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我的水晶球 2019年底谈EB1和NIW绿卡申请动态 我们现在已经是2019年底了 今年以来事情比较多 比如说包括确认EB1排期常态化 EB123类别排期时间现在都比较长 前进相对比较缓慢 即使在新的财政年度 2019年10月1号开始以后也是如此 另外关于S386法案取消绿卡国别限额 这个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更多的人也因此关注绿卡申请和排期的形式 我们在这里主要讲一下EB1结出人才类别 和NIW国家利益豁免类别这样的绿卡申请 我们观察到的申请的动态 那么首先我们感觉到现在EB1申请要批准越来越难 比如说有一些律所公布的EB1类别的申请批准数字 只有NIW的十分之一左右 然后也有一些申请人在自主提交了EB1申请以后 收到RFE或者被拒联系到我们 他们自己原来认为说我的申请背景比较强 我有若干的论文发表 我有上千次引用 但是仍然收到了申请被拒的消息 不仅仅是EB1A 对于EB1B我们也看到有这种发展 现在也越来越难批准 原因当然从总的形式上来说 申请人数量越来越多 那么移民局现在看到EB1排期 然后时间也越来越长 前进比较缓慢 那么他们也有动力要控制更多的EB1批准的数字 另外比如说对于杰出人才类别 那么一般来说科研人员需要证明 对本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那么在这方面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的标准 这是比较主观的 那么有的时候移民官就会提到 你作为科研人员发表论文 论文得到引用 做出一些科研成果 这个都是本职工作 不足以证明 你已经做出了能够改变整个领域的 这样的突出固件 移民官的arguments不一定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主观的判断 所以相对来说不容易推翻 不容易得到EB1的批准 那么NIW相对来说还是要容易批准一些 不管是从得到审批的数字 还是从批准的标准来看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感觉到现在难度开始上升 举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NIW的标准 Matter of the NASA有三个promise 第一个你做的工作需要对美国国家利益有用 那么需要能够联系上全国范围的比较重大的国家利益 那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Amazon做电商 一个一般规模的电商 不好说我做的这个工作有全国性的联系 另一方面这个prom2原先是申请的重点 就是说要证明你已经做出了比较强的贡献 或者其他证据表明目前处在的位置 能够对本领域将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以往来说你证明了prom1和prom2 第三条就是unbalance WAVE这个labor certificate的要求 就比较容易达到 但是在最近根据我们的观察 现在有更多的RFE甚至denial 是关于这个prom3的 移民官会讲做的这个工作 比如说mechanical engineering 或者molecular biology 这样的工作那么也可以申请labor certificate 也有你的公司学校申请labor certificate 为其他人取得绿卡的记录 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办这个labor certificate呢 这样的移民官的argument 也不是非常有道理 因为NIW的道理是说 这个labor certificate应该被WAVE 可以被WAVE 不是说申请人不能办labor certificate 但是移民官他处在他的位置 把有的判断是主观的相应 至少目前看来是借口也罢 说是其他的理由也罢 也反映到了NIW申请 比以前更难批准这样的一个趋势 现在移民局会找到更多的理由 来尝试拒绝NIW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之前讲过从统计数字上来说 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博士生 就有5万多人 还不算网界毕业的访问学者 从中国直接申请的等等 从这上我们可以看到 不是任何人有PhD博士学位就能够申请 所以我们看到对申请人来说 目前NIW还是相对比较容易批准 但是形势正在起变化 我们看到随着申请人数量增加 批准数量不断增加 NIW以后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难 所以抓住时机 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趋势 得到什么样的总结呢 比如说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 美国大城市 美国湾区的房价 有人说不管买的时候 当时觉得说贵了还是便宜了 回头看都是deal 美国的股市 如果买入卖出过于频繁 其实可能还不如buy and hold 那么像今天美国股市又有新高 那么此前过去一年里 有很多的波动上涨下跌 各种消息各种风浪 但是看到比如说 如果因为受到各种消息的影响 做出各种短期判断 其实可能还不如 作为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想法主意 然后坚持比较好 从绿卡申请角度来说 我们知道比如说 很多印度的申请人 他们排期比中国人更长 但是另一方面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 比如说印度裔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平均收入在亚裔里面 比华裔的人口收入要高很多 印度人并没有因为说 绿卡排期很长 影响到了职业发展 收入等等 至少没有因此放弃 所以一个角度 马照跑 照跳 如果你有这样的专业的能力 能够有做好专业工作的资质 那么应该说 不管是美国绿卡 还是你的career的收获 要取成的 绿卡本身是一个手段 并不是目的 从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过去若干年里 比如说 以前的护士绿卡项目就砍掉了 现在有10年以上还没有恢复 然后1比5投资移民 因为申请人多 有漫长的排期 问题一直也没有解决 那么这方面的教训是什么呢 政策或者说形势呢 说变就变了 有的人觉得说 我离不开中国留学生 要是少招了就要崩溃了 这个恐怕也有些夸张 有的人认为呢 说这个绿卡排期 要是排的长了 老子干脆就不申请了 是吧 看你美国怎么办 这个呢 我们知道 不管是印度还是中国 对吧 在这个人均收入方面 要赶上美国的水平 以及这个资源占有量等等 恐怕还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从总的方面 这个形式来说 总会有人来申请 这一点也不太可能说 寄希望于说将来申请人数 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大幅度的减少 发生的几率也比较小 那么总体来说 我们建议申请人抓住时机 有的人总结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过去几十年 有各种机遇 比如说像高考 买房 或者出国等等 像下海经商呢 这样的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但是前面提到的 比如说高考啊 或者买房啊 出国啊等等 这个呢 我们看到 有相当数量的人因此而受益 这方面叫形式比人强 风口到了 猪也可以飞起来 从另一方面呢 如果形式变化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绿卡申请比以前难了 但是呢 难的原因呢 是因为申请的人数量增加了 批准数字并没有改变 那么有这么多人申请美国绿卡 本身呢 也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2019年底 谈EB1和NIW绿卡申请动态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